禅定的空境和智慧的空境不是一回事 三界 无色界的四空地 第一层是空无边处地 是心向外空 先空外进 第二层是十五边处地 是反过来 后空内心 叫做十五边处 第三层是无所有处 是把外境和心识境都舍灭了 叫无所有处 最后再进一步舍灭这个空境 就是第四层 飞翔 飞翔处地 连空境也舍灭了 处在一个中庸的状态 这是四空天的最高天 也是三界的最高境界 到了飞翔 飞翔处地 就是死性不动 以灭穷眼 这个眼就是探索 更高更深的一个空境 从空无边处到失无边处 再到无所有处 这起成天的心呢 还是有所灭 不断地舍灭前面的那种空境 而进入更深的空境 不断地深入 到了飞翔 飞翔处 天呢 就到了尽头 死性完全不动了 就是以灭穷眼 四空天的第三层呢 无所有处天呢 还有一个空境 第八识的 这个空境的种子 还有线性 其他的种子都不线性 这个空境也是有种子的 只线性这一种境界 叫无所有处 这成天呢 就是这么一个境界 然后第四层飞翔 飞翔处就是 把穷眼的心收回来 不穷眼了 完全不动 连空境都没了 到了飞翔 飞翔处地呢 第八识就不动了 所有的种子都封存 第七识 第八识 都不妄动了 完全封存 不线性 凝固了 不动 不是说没有了 就是人我之 法我之 还有烦恼的种子都还在 第七识呢 还是恒常执着 第八识 这是第七识的 这个意根不动 不产生前六识 第六识和前五识 那解脱道的空境呢 就是把人我之啊 烦恼和知见 执着都空掉了 菩萨道的空境呢 是把法治都空掉了 飞翔飞翔处地呢 只是把种子给疯传了 心识完全不动 所以说外道一直往上修 修到飞翔飞翔处呢 他们以为这就是最高境界了 但是他们会触定的 因为我之没有破 所以八识里面所有的种子呢 马上呢 就像春天的草一样 又长起来了 因为他们没有把这个种子消灭掉 只是用禅定的办法 把种子压住 他们一直修禅定 一直这么降伏 降伏到最后就是飞翔飞翔处了 其实呢 就算到了飞翔飞翔处 虽然第七识第八识的种子被封存了 但是种子的内部还是有生灭的 他们以为这样就是最终会解脱 会成道 但是呢 他们不知道我之法之烦恼 和之间的种子并没有消灭掉 他们还是会现行的 光修产地呢 没有智慧是没有用的 智慧呢 就是要把种子给挖掉 要斩草出根 这个禅定呢 是有入就有出 就像睡觉一样 睡着了 到一定的时候就会醒过来 还是有夜 到一定的时候夜会躁动 就会出定 出了定以后呢 就会一点点退 从无色界退到色界 乃至退到欲界 一点点又退回来了 定力慢慢地就会退逝 很多人虽然也学佛 但是还是有外道习气 喜欢心事善业 或者喜欢修四禅八定 就容易升到欲界天 或者色界天 无色界天 这外道习气 会导致他们修偏了 升天的人呢 都是学佛学偏了的 偏的也最严重的 就是到了魔宫了 比那个踏化制裁天 还高一点 升到天界都是藏道的 你们把这个三界列奖 看明白了 就不会求这个冷天散报了 其实很多学佛的人呢 都是因为没有回向好 就升天了 特别是禅定功夫好的人 很容易跑到欲界天 或者色界天去 有些人呢 喜欢打坐 出力心也不够 特别是没有菩提心 打坐时呢 这个潜意识里呢 就是自动地回向天界了 那潜意识是非常威胁的 就会熏悉这个升天的种子 自己呢 就根本觉察不到 所以一定要做好回向 我们修习解脱道 或者菩萨道 一定要认真的 记住认真回向 把所有的福德质量 都要回向解脱生死 和无上菩提 下辈子做人呢 就接着来修行 就不会升天了 要去也是去 其他的佛的净土 大富文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